美国造全球最贵核潜艇,排水量超2万吨,1260亿美元造12艘。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大国,目前现役的70余艘潜艇全部是核动力系统。 相比常规动力潜艇,使用核动力的潜艇不仅动力更充沛,不用经常添加燃料,而且静音性能更好,作战能力更强。 当地时间9月29日上午,美国海军最新一艘核潜艇服役,它就使第16艘维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印第安纳号。 该型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近8000吨,主要武器是12个巡航飞弹垂直发射桶。 主要飞弹事前射型战斧是巡航飞弹,最大射程2500公里。 美国还在研制一种全球最贵核潜艇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,赞助商链接。 美国海军现役的战略核潜艇主要是俄亥俄级,总数量是14艘。 前4艘俄亥俄级,已经被改造成了巡航飞弹核潜艇。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超过1.8万吨,主要武器是24管前射弹道飞弹垂直发射系统。 主要飞弹是三叉戟C4D5洲际弹道飞弹,最大射程11000公里,每枚可以携带8枚核弹头。 按照最初的计划,俄亥俄级核潜艇的服役寿命将到2040年左右,但是随着维护费用的不断增加。 以及俄罗斯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的服役,美军加速研制新型的战略核潜艇,被命名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,是有史以来美军建造的最先进的核潜艇,也是全世界最贵核潜艇。 2012年美国确定了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制造商,首搜计划于2019年开工,后来被推迟至2021年。 赞助商链接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价格十分昂贵,第一艘的预算高达124亿美元,约合800多亿元人民币,其中包括48亿美元的研发费用。 按照2017年发布的计划,美国将陆续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项目投入1260亿美元。 其中130亿美元为研发费用,1127亿美元为建造12艘核潜艇的费用。 该潜艇价格之高,创下美国海军记录。 之所以价格如此昂贵,是因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强大的性能。 按照设计目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超过2万吨,使用的核反应堆寿命为42年,整个服役期内无需二次更换燃料。 跟以往的飞弹垂直发射管不同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飞弹发射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。 每个模块由4个直径为2米的发射筒组成,总计16个飞弹发射管。 虽然相比额害额集有所减少,但是武器性能将有所提高,会携带一些新武器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使用泵喷推进和电力推进技术,将是全球最安静的核潜艇。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大国,目前现役的70余艘潜艇全部是核动力系统。 相比常规动力潜艇 使用核动力的潜艇不仅动力更充沛,不用经常添加燃料,而且静音性能更好,作战能力更强。 当地时间9月29日上午,美国海军最新一艘核潜艇服役,它就是第16艘维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印第安纳号。 该型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近8000吨,主要武器是12个巡航飞弹垂直发射桶。 主要飞弹是前射型战斧是巡航飞弹,最大射程2500公里。 美国还在研制一种全球最贵核潜艇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 赞助商链接。 美国海军现役的战略核潜艇主要是俄亥俄级,总数量是14艘。 前四艘俄俄亥俄级,已经被改造成了巡航飞弹核潜艇。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超过1.8万吨,主要武器是24管前射弹道飞弹垂直发射系统。 主要飞弹是三叉战C4D5洲际弹道飞弹,最大射程11000公里,每枚可以携带8枚核弹头。 按照最初的计划,俄亥俄级核潜艇的服役寿命将到2040年左右,但是随着维护费用的不断增加。 以及俄罗斯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的服役,美军加速研制新型的战略核潜艇,被命名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,是有史以来美军建造的最先进的核潜艇,也是全世界最贵核潜艇。 2012年美国确定了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制造商,首艘计划于2019年开工,后来被推迟至2021年。 赞助商链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价格十分昂贵,第一艘的预算高达124亿美元,约合800多亿元人民币,其中包括48亿美元的研发费用。 按照2017年发布的计划,美国将陆续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项目投入1260亿美元。 其中130亿美元为研发费用,1127亿美元为建造12艘核潜艇的费用。 该潜艇价格之高,创下美国海军记录。 之所以价格如此昂贵,是因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强大的性能。 按照设计目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超过2万吨,使用的核反应堆寿命为42年,整个服役期内无需二次更换燃料。 跟以往的飞弹垂直发射管不同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飞弹发射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。 每个模块由4个直径为2米的发射筒组成,总计16个飞弹发射管。 虽然相比鹅害额级有所减少,但是武器性能将有所提高,会携带一些新武器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使用泵喷推进和电力推进技术,将是全球最安静的核潜艇。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大国,目前现役的70余艘潜艇全部是核动力系统。 相比常规动力潜艇 使用核动力的潜艇不仅动力更充沛,不用经常添加燃料,而且静音性能更好,作战能力更强。 当地时间9月29日上午,美国海军最新一艘核潜艇服役,它就使第16艘维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印第安纳号。 该型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近8000吨,主要武器是12个巡航飞弹垂直发射桶。 主要飞弹是前射型战斧是巡航飞弹,最大射程2500公里。 美国还在研制一种全球最贵核潜艇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赞助商链接。 美国海军现役的战略核潜艇主要是俄亥俄级,总数量是14艘。 前4艘俄俄亥俄级,已经被改造成了巡航飞弹核潜艇。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超过1.8万吨,主要武器是24管前射弹道飞弹垂直发射系统。 主要飞弹是3XGC4D5洲际弹道飞弹,最大射程11000公里,每枚可以携带8枚核弹头。 按照最初的计划,俄亥俄级核潜艇的服役寿命将到2040年左右,但是随着维护费用的不断增加。 以及俄罗斯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的服役,美军加速研制新型的战略核潜艇,被命名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,是有史以来美军建造的最先进的核潜艇,也是全世界最贵核潜艇。 2012年美国确定了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制造商,首艘计划于2019年开工,后来被推迟至2021年。 赞助商链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价格十分昂贵,第一艘的预算高达124亿美元,约合800多亿元人民币,其中包括48亿美元的研发费用。 按照2017年发布的计划,美国将陆续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项目投入1260亿美元,其中130亿美元为研发费用,1127亿美元为建造12艘核潜艇的费用。 该潜艇价格之高,创下美国海军记录。 之所以价格如此昂贵,是因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强大的性能。 按照设计目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超过2万吨,使用的核反应堆寿命为42年,整个服役期内无需二次更换燃料。 跟以往的飞弹垂直发射管不同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和潜艇的飞弹发射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。 每个模块由4个直径为2米的发射筒组成,总计16个飞弹发射管。 虽然相比额害额级有所减少,但是武器性能将有所提高,会携带一些新武器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使用泵喷推进和电力推进技术,将是全球最安静的核潜艇。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大国,目前现役的70余艘潜艇全部是核动力系统。 相比常规动力潜艇 使用核动力的潜艇不仅动力更充沛,不用经常添加燃料,而且静音性能更好,作战能力更强。 当地时间9月29日上午,美国海军最新一艘核潜艇服役,它就是第16艘维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印第安纳号。 该型核潜艇的最大排水量将近8000吨,主要武器是12个巡航飞弹垂直发射筒。 主要飞弹是潜射型战斧式巡航飞弹,最大射程2500公里。 美国还在研制一种全球最贵核潜艇,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 赞助商链接。 美国海军现役的战略核潜艇主要是俄亥俄级,总数量是14艘。 前4艘俄亥俄级,已经被改造成了巡航飞弹核潜艇。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超过1.8万吨,主要武器是24管前射弹道飞弹垂直发射系统。 主要飞弹是三叉戟C4D5洲际弹道飞弹,最大射程11000公里,每枚可以携带8枚核弹头。 按照最初的计划,俄亥俄级核潜艇的服役寿命将到2040年左右,但是随着维护费用的不断增加。 以及俄罗斯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的服役,美军加速研制新型的战略核潜艇,被命名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。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,是有史以来美军建造的最先进的核潜艇,也是全世界最贵核潜艇。 2012年美国确定了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制造商,首搜计划于2019年开工,后来被推迟至2021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